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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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 我是Sato Lee 我們今天要搭早上7點的車去松本 這有一個西瓜卡企鵝的專屬客 太打高爾夫耶 他好活躍喔 他還吃那個也吃爛牛 欸真的還在爛欸 西瓜這隻企鵝竟然還有他的角色便當 裡面就是有魚啦 從先速搭到松本要2小時40分 我今天太早起床了 等一下應該會馬上睡著 好 我們搭了2小時40分 終於到松本了 就是搭好久 搭到腰痠倍的車 我們先來看明天要搭公車的地方 我坐在阿爾街吃一口 吃一口 美圓高原執行巴士 8點15分 所以我們明天吃完早餐要趕快過來排隊 對啊 現在快10點 我們先走出去找個東西吃吧 好的啊 去上高地 大家這邊排隊要買去上高地那樣 我們那個時候去上高地 是從那裡 我們是在巴士那邊搭 其實走到中本城也有一段路欸 這邊有一間算吃茶店 它是一間和菓子老店開的 欸應該就前面那間啊 就這個啊 好近喔 汪塘 他有一些餐類的 ケーキセット 有蛋糕跟飲料 其實我是被他的 タヌキケーキ吸引來的 店員說現在還沒有 我想吃的李貓蛋糕就是這個 我們都點了迷你蛋糕套餐 我的這個是檸檬蛋糕 龍哥的這個是白蘭蒂蛋糕 上面這個是他們的logo 把它打開了 我的檸檬蛋糕 白蘭蒂蛋糕 這個檸檬蛋糕 讓我想到台灣 不是有個很有名的檸檬蛋糕 我很喜歡吃那個 還蠻好吃的 我吃一口看看 它好軟 對 它好軟 蠻好吃的 雖然酒味有點重 但很好吃 雖然酒味重 但不是很苦的那種味道 我覺得還蠻香的 哇 小的 狸蛋糕 狸蛋糕 大概幾個小時 現在可能有可能 十一時前 十一時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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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這間咖啡美學阿咖啡 是這裡超有名的店 現在這間好多人在拍攝 我們先走去松本城吧 從這邊走到松本城 剛剛看google地圖寫說要走12分鐘 現在好熱喔 現在陽光超強的耶 不過還好耶 就是颱風剛好走掉 就沒有下雨 街燈阿 好漂亮喔 它好多顆喔 這個晚上亮起來 應該很亮 這邊有一間燒肉店 叫傳承燒肉 好久沒吃燒肉 我改天去吃燒肉 我現在正在思考 不知道是吃燒肉是什麼時候 但是我想不起 仔細想想最後一次吃燒肉 應該是去年11月底 到崗位來住一晚的時候 我們已經離得還蠻近 走前面那條大明體通就會到了 對面有一個四柱神社 街燈好漂亮喔 街燈好漂亮喔 這間飯店也有賣 午餐跟晚餐 他很貼心耶 他還把那個拍照點都列出來 這裡面有好多松樹喔 欸他有輪立車耶 現在進去要等一個小時耶 松本城有現存最古老的五重六階天守 外觀看起來只有五層樓 其實裡面有六層樓 他的小孩 對啊是鴨很難小的 對啊 鴨好可愛喔 感覺會小動物躲在裡面 你看 他這幾隻貓咪好可愛喔 你確定他是貓嗎 應該是吧 他寫的啊 你看他寫Wild Cat 看到松本市議所裡面 現在有在展剛才那三隻貓咪 跟著這個腳印走 跟著這個腳印走 他每五分鐘會用旋轉線 他每五分鐘會用旋轉線 平道樹上面長了好多小果實 不知道是什麼 這間橋上也有貓耶 比剛才松本城多一隻 商場嗎 他長得好特別喔 我發現松本這邊有蠻多長的還蠻特別的建築物 我們中午吃這一間 一樓啊 二樓是另外一間披薩店 對啊我們是一樓 中午預約了這家在松本站附近的家庭式小店 午餐都有附沙拉麵包或飯跟飲料 我們都選了烏龍茶 辣調味的烤雞腿 好香喔 超香的 有秋葵紅蘿蔔跟茄子 他可以選飯或者是麵包 我們都是選麵包 好大一片肉 剛才店員說這上面是起司的醬跟番茄醬 還有一碗沙拉 很紮實 然後裡面很多汁 欸他很好咬 感覺好好吃喔 皮很脆 很香很好吃 它也不會很辣欸 聽你切的聲音就覺得它很脆 脆 對我來說有點辣 這次好好脆好好吃 它今天中午的位置全部都被預約滿 剛才有好幾幾個客人想要進來 都沒辦法進來 都沒辦法進來 好想我們有先預約 對啊還好我們有先預約 謝謝 謝謝 經過一間咖哩店 好賣學生咖哩四百九 我們明天一大早就會去搭車了 沒有訂早餐 所以我們買麵包當明天早餐 這個也好漂亮喔 我找到一間起來還不錯的麵包店 來這裡買麵包 早餐不多 但是看起來都滿好吃的 對啊 吃起來滿好吃的 請店員幫我們切一條 找到麵包 只有這一塊的地板是吃的 它感覺是這個 它是漏水吧 吃這裡在漏水耶 看著一團很厚的雨 很像棉花糖 真的滿像的 真的滿像的 我們又走過來松本層了 因為剛才覺得松本層好漂亮喔 想要再來看一次 所以現在要進天首歌要排30分鐘 比剛才快了 坐在旁邊邊看松本層邊休息 它好猛喔 它不會覺得很熱嗎 弟弟超厲害的 在路邊看到井 它說這個是松本的天然水 這水可以喝 剛才看到超多人在裝這個水喝的 這水超冰的 我覺得那個水是從後面這樣子拉水管接過來的 感覺它是在做水質檢測 它感覺是卡在兩棟的中間 對 我們來逛這條商店街 這好像會出現在火焰忍者裡面的賴蛤蟆 下面那一隻它被壓到 眼睛都冒血絲 這條神手通在早上經過的四柱神社的旁邊 左右兩排都是商店 這條街夾在護城河和女鳥羽河之間 像一條細長的繩子 然後在女鳥羽河裡面 棲襲著一種河路蛙 這條街也被人家稱為蛙之街 所以這邊有好多青蛙的東西 這條繩索通是四柱神社的參道 所以走一走旁邊就是四柱神社 它有賣鴿子飼料耶 一帶五十元 難怪路上 超級多鴿子的 它在上面轉圈圈啊 青蛙 就是青蛙 你如果過去從那個愛心露出你的臉 你就是這兩隻青蛙的愛的結晶 這龍好帥喔 110年的咖啡店 這間咖啡店看起來不錯 這邊有一間賣冰淇淋的店 好多人喔 裡面有 你想吃冰嗎 香 太熱了 這間冰淇淋店的口味都還蠻特別的 有很多從來沒有看過的名字 中好中滿耶 超多的 謝謝 謝謝 它裡面可以內用 這個是蘋果的 然後這個是摩摩的 這個是柿子乾 就像在吃摩摩的一樣 這個蘋果的 有點像在吃蘋果派的感覺 柿子的很好吃耶 它裡面這個柿子乾啊 還蠻多的 隨便一挖都是 三種口味都還蠻好吃的 還有一隻青蛙耶 而且它下面還有一個果汁 它這個一個220 120 這間店店名字叫做青蛙的店 這個巨峰一顆480 還蠻便宜的 西瓜 一顆2200 超大顆 這水里很便宜耶 480 而且它有四顆 雖然是小顆 但是很便宜 龍哥剛剛看到這個普世蛋塔 說他很想吃 但是他說今天已經賣完了 回去台灣再去肯德基買 這裡好多台照用的道具 我覺得剛剛那個青蛙的愛的結晶 比較有趣 我們等一下晚餐來吃這一間 1933年到現在 90年 它招牌好像是這個 看到一間年輪蛋糕專賣店耶 看起來也太好吃了 好像把那整條帶回家 店前面竟然有年輪蛋糕自動販賣機 下面還賣水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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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搭喔 信州布丁工房 中本城的布丁 現在看到路邊的水都會想說 會不會是可以喝得緊的水 那剛才有路過一個 休息也不能喝 它還特別寫說不能喝 現在離晚餐還有一段時間 我們先去飯店卻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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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衣櫥在門後面 很大的連身鏡 房間比我想像中還大耶 有兩張單人床 這邊這個空間比我想像中大很多 外面陽光超強 外面其實是有一個陽台耶 浴室看起來蠻乾淨的 這次住的飯店在松本站附近 雙人房沒有韓餐 純住宿一晚12,285日圓 我們再回到剛才那裡去吃晚餐 這間店的店名很有意思 叫做跟不上時代的洋食屋 不管在任何時代 都保留創業當時的傳統美味 我們就點 Hayashi sauce 這一系列 參附的湯來了 但是它現在看起來好燙喔 我要等一下再喝 是我點的蛋包飯 旁邊破掉了 它有一大片的雞排 它也是蛋包飯加Hayashi sauce 我們兩個的差別就只在於 有沒有那一塊雞排而已 Boruga的那個醬比較多 我們剛才點了一個沙拉套餐 有沙拉跟甜點跟飲料 飲料選了當地產的蘋果汁 它的蛋包是硬的 裡面這個應該是番茄醬的飯 感覺就是傳統吃茶店 會有那種蛋包飯的味道 有點雞吧 謝謝你 有這種雞的味道 雞汁嗎 雞的味道還蠻重的 多汁的雞嗎 有這種雞的味道 它的蘋果汁很濃 但是我們都覺得好甜喔 天點選的棒蛋糕 這兩塊看起來像不同口味 這個比較黃 這個比較白 它裡面長的一樣 是嗎 對啊 它是同樣的東西 還有它比較白啊 你看 是光線嗎 光線的問題 原來是 是光線的問題 這個是一樣的 有自家製布丁跟起司蛋糕 吃飽了出來外面 還是要好多人在排隊喔 看到Paruco旁邊這一間蕎麥麵店 也在排隊 然後對面這一間 好像是拉麵 還超多人 它的睡衣長這樣 就是很普通的 像一般浴袍式的 一件式的睡衣 在排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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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龍哥說 他覺得味道滿清淡的 還不錯 明天一大早 我們就要到松本站 去搭巴士 到美元高原了 準備啃下午買的麵包 當早餐 謝謝大家看到最後 我們下支影片見